打造一架客机要使用超过500万颗锚钉 为什么飞机制造过程中选择使用锚钉而不是直接焊接? 对于需要平滑机身的飞机来说,锚钉不会影响空气动力吗? 这里是知识TNT 飞机飞行是一个复杂而精密的过程,涉及到众多因素和技术 然而,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使飞机离地并在空中保持平稳的飞行 在飞行过程中,每一刻的重量都非常重要 影响重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飞机的外壳,也称为蒙皮 飞机蒙皮非常薄,厚度约为2毫米左右 而且有些先进的飞机则会用到复合材料 这也带来了一个挑战 如何连接这些薄壁结构以及不同材料的部件 焊接是一种常见的金属连接方式 但是根据无数次的试验结果显示 在飞机蒙皮上焊接的过程中 产生的高温会影响到蒙皮的形状 铝合金会发生变形 即使是复合材料,也无法抵挡焊接所带来的破坏 而且焊接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操作水平 存在一定的随机性,缺乏统一标准 对于薄壁连接而言,焊接的技术要求更高 操作难度也更大 如果在焊接过程中产生气泡裂纹等难以在质检和维修中发生的小缺陷 这将会直接导致致命的威胁 即使这些小的问题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维修过程中发现 但焊接是一种永久性连接方式 如果我们想修复某个细小的地方 就需要更换整块材料 不仅耗时耗力,而且成本昂贵 我们大家坐飞机的时候应该都会发现一个现象 当飞机遭遇气流颠簸的时候 飞机的机翼也会随之上下摆动 如果使用焊接的方式 焊接处会在这种反复硬力变化下失去一定强度 导致微小裂纹的产生 你敢相信吗? 大飞机C919是用卯钉拼接起来的 用卯钉拼接到底有什么好处? 焊接需要额外的金属填充和加工 而卯钉只需要通过孔洞连接 减少材料的使用 除了重量以外 和焊接相比 卯钉连接能够提供可靠的连接方式 适合薄臂连接 能够确保飞机结构的稳定性 卯钉连接通过将结构部件紧密地固定在一起 有效地分散这些载荷和硬力 同时卯接还可以减少连接件之间的振动传递 降低开裂的风险 在应对飞机颠簸中 机翼上下摆动带来的硬力反复变化现象 有效地抵抗震动 保持飞机结构的完整性 在飞行过程中 飞机可能会经过不同的环境温度 从高温到低温的快速变化 会导致材料的膨胀和收缩 这对连接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 卯钉连接能够灵活适应这些变化 保持连接的紧密性 不会因温度变化而产生松动或断裂 最大程度地保障飞行安全 而且卯钉连接更加便于检查和维修 相对焊接来说 拆卸和维修都更加方便 只需要更换这一个零件 从而大幅度降低后期维护保养的成本 在飞机设计和制造中 降低气动阻力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一颗小小的锚钉对于飞机来说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航空航天工业领域中 飞机连接中使用的锚钉可以分为两种 凸头型和埋头型 对于飞机内部没有气动外形要求的部分 通常会采用凸头锚钉 这样可以节省成本 然而在需要考虑气动外形的飞机外部 工程师们会选择使用埋头锚钉 也就是在飞机表面感觉不到的锚钉 飞机飞行时空气流经飞机表面 如果表面上有突出物如突起的锚钉 这样就会导致空气流动的分离和扰动 从而增加气动阻力 然而埋头锚钉的设计 使其与飞机表面几乎平齐 空气可以更加顺畅地流经表面 减少流动的分离和扰动 从而降低阻力 而且埋头锚钉的形状和材料选择 也对降低气动阻力起着重要作用 工程师们会精心设计埋头锚钉的形状 以确保最小的干扰和最佳的气动性能 一些研究机构对二战时期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使用埋头锚钉后 飞机的气动阻力竟然可以减少约3% 别看只是小小的3% 但这对于飞机的性能和燃油效率来说 会起到很重要的影响 飞机用锚钉连接就一定安全吗? 曾经有一名乘坐国航航班的旅客 在飞行途中在拍摄窗外的景色时 偶然拍摄到机翼上的锚钉竟然松动了 飞机机翼上原本的四颗锚钉不见了一颗 其他三颗则出现了明显的松动 这一情况让旅客非常害怕 并在飞行过程中一直心惊胆战 事故发生后 该旅客将视频发布到网上 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许多网友对此表示担忧 并要求国航对此事做出解释 国航官方在得知问题后立即采取行动 组织人员对飞机进行了检查和维修 并表示一直高度重视安全问题 呼吁乘客们不要担心 在发现这一问题后 国防官方也是做出了回应 称已经立刻组织人员对飞机进行了检查和维修 称一直高度重视安全问题 让大家不用担心 专家指出 虽然这种情况看起来严重 极少数的锚钉松动 只会导致飞机消耗更多的能源 但并不会影响到飞机在飞行途中的安全 一般客机直飞途中出现这样的问题 原因是受到气流影响所导致的长期震动 或者是整流罩的拖把坏了 在飞机短途停靠的时候 飞机没有得到全面的检查 所以才会导致锚钉脱落松动 飞机连接部分使用锚钉 是一种常见的连接方式 但在极少数情况下 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航空公司应该确保每一班飞机飞行前 都要进行全面的检修 及时发现并处理这些问题 确保飞机在飞行中的安全性 可以确认的是 飞机作为现代社会里面安全率最高 但是一旦发生意外 存活率也最低的交通工具 安全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持续去关注的问题 知识TNT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 我们下期再见